600L-95型螺旋炸油机 堆各种油料 如大豆、花生、芝麻、油籽、菜籽、油茶、椰子等 均可以进行压榨 该机共有五部分组成 有进料斗、齿轮香、炸笼、炸螺及机架组成 开机之前,应将各运转部位加足润油 三齿轮处每搬两次 轴套推进丝部位每搬两次 齿轮香首次加油10公斤 换油期6个月 滚动轴承部位每年加一次润滑汁 再用手搬动大皮带轮 检查一下各转部位是否灵活 有无卡死现象 以上检查工作做完后 转动调解螺栓 把炸螺轴拧到死扁 再把调解螺栓退回三至四圈 再前进半圈 以保证出扎烧头与出柄圈的间隙 再上紧紧定螺母 开动机器观察大皮带轮方向 是否与标记方向一致 若不一致 则应调整电机的接线头 将其中任意两个线兑换一下即可 机器调整好以后就可以开机预炸 在开始压炸时 由于炸糖温度低或炸油轴未磨光及投料过猛 都容易使机器产生突然停车 炸螺轴卡死 所以开始压炸时 头料应缓慢均匀 不能过猛 可用碎饼或油料反复多次的压炸 以使炸螺轴磨光 炸糖温度升至80摄氏度左右 出饼成瓦片状 厚度1至1.5毫米左右 出油正常 方可上紧紧定螺母 将准备好的油料倒入料斗 使其连续压榨正常工作 在压榨过程中 如果出现炸螺轴卡死或不出饼现象 可松开紧定螺母 转动调解螺栓一至两圈 放大出饼圈与出扎烧头间隙 等其出饼顺利后 再进行调整出饼厚度 以求得正常压榨 油料在压榨过程中 有时会出现严重跑渣 这种现象主要是由于 调排和圆排出油槽 尖细过大 圆排尖细大 可以把压紧丝上紧 调排尖细大 可以拆下调排圈 再重新上紧调排 有时油料含水不当 也会出现严重跑渣 这时应参考说明书 调整油料含水分 在榨油机使用一段后 与于零部件的磨损 也会出现跑渣 这时就要更换新的零部件 在压榨过程中 有时出现净料斗存油现象 这主要是在压榨含油高的油料时 圆排条排上的过紧 出油间隙小 应按上述方法调整出油间隙 也可以将出饼调后 减少炸糖压力 或者缩小电机皮带轮直径 放慢炸螺轴转速 都可以防止炸油机回油现象 有时在压榨过程中 出现产量过低 这种现象是新机刚开始使用 及旧机子零部件磨锁严重 或油料含水分不当 都会出现产量过低现象 这就要按上述方法加以调整 或者将冷炸改为热炸 都能改变产量过低现象 总而言之 实践出真知 熟练能生巧 广大用户不断积累经验 顺利操作 减少一些不应有的损失 使炸油机为你致富多做贡献 在使用中需要停机时 应将出饼放置最厚度 再将炸螺轴进退反复多次 使炸糖的余料炸完后停机 主要零部件的拆装方法 炸螺的拆装 拆下保护帽 旋转六方螺母和圆螺母 使轴承与推进丝 空出三至四毫米 然后把扳杠插入锁颈螺母的孔内 再轻轻搬动大皮带轮 使其于箭头标识方向相反转动 便可以转动锁颈螺母 然后搬动调解螺栓的手柄 把炸螺从炸糖内抽出一部分 再依次拆掉六方螺母 圆螺母 轴承 调解螺栓 即锁紧螺母和各阶炸螺 若炸螺不好拆卸 可以用木柴火把炸螺烘烤一下 烧掉炸螺与轴心之间油渣 然后把炸螺轴向木板撞一下 即可以卸掉各阶炸螺 炸螺的安装是 将炸螺轴心立起 细端向上 装上垫片 然后按炸螺的顺序号 依次装上 1234567号炸螺 再装出扎烧头 锁紧螺母 抓两个51309轴长 将大孔的一片靠近调解螺栓 装圆螺母和六方螺母 使圆螺母与轴层间隙保留1至2毫米 调解螺栓转动灵活即可 炸螺的拆装 首先拆去上炸螺两端4个M16连接螺栓 即炸螺上10个M14的螺栓 再旋转压紧螺母 使其松动 去掉上炸螺 就可以拆去圆排及调排圈 拆调排 调排圈平放 用铁棒顶住一根调排的一端 用手锤打铁棒另一端 就能去掉一根调排 其余调排自动掉下 装调排时 应将调排圈立起 带出油槽面朝下 把调排整齐的排在调排的内壁上 带深油槽的一端朝下 两个调排的出油槽不能对着 最后用铁棒将调排塞打入 若调排还松 可以在调排间加上一勃铁皮 以调整调排的松紧度 各调排紧贴内壁 无凸起现象 再将装好的调排圈装入炸笼上 应将带出油槽面朝向出饼端 再将厚度为33毫米的1号圆排装上 出油槽面朝出饼端 装2 3 4 5 6 7 8号厚度为20毫米 内孔一边带倒角的圆排 装9号厚度20毫米 内孔两边倒角的圆排 装10号厚度为60毫米的圆排 装11号圆排 其内孔一边大倒角 装12 13 14 15 16号圆排 其形状大小与2-8号圆排相同 最后装上17号圆排 其形状与9号相同 注意所有的圆排在装配时 其出油槽不能相对 再装上压紧螺母 要少上几扣 装上上炸笼 将炸笼上10个M14的螺栓 及炸笼两头4个M14的螺栓 请不吝点赞ت订阅 明镜原子区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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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